在台湾非常非常特别的 那就是各种各样的原生物种 不但丰富而且又多样 那么现在呢在台湾的各种各样的 不管是海里面的陆地上的动物的植物的各种物种 5万多种呢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1.4种 这样的一个比例是全球的100倍 这么丰盛的物种当中 那么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呢 我们来看到了这当中呢 各种各样的物种当中的特有种的比例 就是台湾特别有的 这个比例相当的高 在植物界有25% 哺乳类的动物有64% 昆虫呢也高达了62.5% 那么同时呢从今天开始 大家新闻就要带您来认识 您可能过去想都没有想到的 这些属于台湾的特有物种 特别是在动物方面 不管是蝙蝠了青蛙了蝴蝶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珍惜的大自然的礼物 而同时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呢 就是您可能常常觉得它的样子不太好看的蝙蝠 蝙蝠是哺乳类唯一具有飞行能力的 而台湾的原生种的蝙蝠有30多种哦 过去大家的蝙蝠总觉得它好像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但事实上呢 它们以昆虫花粉跟果实作为食物 其实对于抑制并虫害 还有帮助花果授粉有相当大的贡献 那么从今天开始大卫新闻 我已经所推出的这个系列报道 除了让您认识这些物种之外 也要带您来认识 在背后默默付出 来作为物种富裕工作的这群的无名英雄 在南投中辽乡山区 趁习旗穿越比人还高的草丛 一路披荆斩棘 来到这处废弃40多年的隧道 数百只台湾叶鼻符吊挂在岩壁 当他们发现有人进入栖息地 开始骚动 在空中盘旋飞舞 从嘴巴和鼻子发射超音波 借由体内的回声定位机制 精确地掌握黑暗中 入行者和猎物的方位 因为它的超音波的功能 所以它鼻子这一块变成特化 所以你可以发现它相当的复杂 也是它的名称的来由 叫做台湾叶鼻符 正习旗研究台湾特有种蝙蝠 还在它们的身上做上标记 借此长期观察生态的变迁 这只母符刚好是我们前几年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上标的个体 蝙蝠宝宝出生时 没有毛皮遇寒 很容易失温 蝙蝠妈妈把宝宝抱在怀里 用体温帮它取暖 刚好看到的是一只 今年生子的母符 带着它的宝宝很小 它是倒掉了 所以宝宝是头上脚下 妈妈是头下脚上 台湾30多种蝙蝠 都是一年一胎 生殖率不高的蝙蝠 近年来因为栖息地 一再遭到人为破坏 族群数量越来越少 像台湾狐狐和台湾鼠尔狐 因为濒临绝种 被列为保育类动物 正习旗说 很多蝙蝠 物食含有农药的昆虫和果实 中毒死亡 还有更多的蝙蝠 在冬眠期间 栖息地被人闯入 无法度过寒冬 它每一次被干扰 所耗准可能会到 一两个礼拜的能量 所以很多蝙蝠类 一旦被干扰过后 它没办法度过这整个冬天 就会死掉 或者是整批死掉 几万只 几十万只这样死掉 投身蝙蝠保育超过18年 吃福洗福的正习期 最想做的事就是再造福 它说蝙蝠不需要刻意去 富裕繁殖 只要还给它们 没有污染的栖息地 排除人为干扰因素 蝙蝠就能够恢复 往日生机 大爱新闻 双则人已越为南投报导